許多人都說投資要越早越好 但是對於口袋不夠深的小資主來說 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要幫自己建立一個完整的投資系統 所以我就說用大趨勢來看小趨勢 大趨勢就是我們的台股 今年才大肆的投資達人空總 雖然只有小小十萬塊本金 卻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內 在股票市場滾出三桶金 你想知道他的秘密嗎 你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三之前 你有想過任何的投資計畫嗎 就是人生規劃嗎 而且新聞講十萬塊 就賺到 三百萬 三桶金耶 三百萬是一台進口車嗎 是啊 不用貸款直接嗎 我們剛剛私底下就在想說 我們乾脆把我們的所得都交給他的操作 對啊 可以嗎 對啊 很多人就是一開始買一些零股 聽小趟消息 可是我覺得你很特別是你從全鎮開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本金只有十萬嘛 十萬 我想說我如果操作個股 那最好的假設跟巴菲特一樣厲害 二十趴兩爆 那我一年也只有一兩萬而已 那我是要再多久才有辦法達到我目標的第一桶金 是 所以我就研究有沒有什麼 可以高風險高獲利 就相對的嘛 那我就研究到全鎮這一塊 我就踏進了全鎮這條路 是 因為你說全鎮的這個獲利可以從30%至少 獲利有這麼多 但風險應該也非常的高對不對 對 全鎮 我們如果真的要玩全鎮的話 全鎮的特性就是所謂的高風險 高尷尬 還有所謂的有時間價值 這也是跟股票最大的不一樣 那股票要歸零就是公司下市嘛 那全鎮不一樣喔 如果掉到價外 短時間你趨勢沒有看準 掉到價外 你真的不去管它 它就慢慢的歸零 這是所謂的最大差別 是 所以我覺得它跟股票最不一樣 高風險高槓桿我們都可以理解 可是時間價值它是短短就是好像兩天是不是 沒有不一定你要看你選的全鎮 所以挑選全鎮也是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我們從全鎮之前的實戰經驗來告訴 那全鎮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看價內價外 原因就是因為你太價外的話它連動性不高 太價外了嘛 那你太價內的話它槓桿又低又不符合我們了 所以整理出一個數值 差不多正負15%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買賣價差別 那全鎮很便宜嘛 我們一次都買很多啊 那我們要考慮手續費的問題 買賣價差別就是我們的手續費 所以手續費當然越低越好 那有效控制住之後 再來它流通性的問題 那股票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像全鎮有些你們有可能就不太了解 這原因就是因為比較少人去玩 那我們要考慮它買得進來 是不是賣得出去 這流通性的問題 再來就是剩餘天數 那我是剩餘天數的話 我比較習慣設定在60日 原因就是因為這60日有足夠的時間 那種去等待獲利 那如果太長的話 我就被時間吞噬了吧 所以60日我就覺得最剛好的 那我們設定完之後 再依實則槓桿去選出 前三名啊 前五名啊 那槓桿越大 我們要以小博大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你記得你買的第一檔 就是應該說你第一次買的全鎮 你是買的是什麼啊 我印象其實蠻深刻的 那時候幾乎都在玩啊 玉金光 玉金光 大力光 國具 神盾 這時候就是高價 所以我就 因為高價股我們就 沒辦法用龍券嘛 我們買不起嘛 我們只有10萬而已 但我沒有想放空 所以我就去用全鎮來 做一些全鎮放空 所以那時候就是放空 所以就是按照這上面來設定 對 全鎮的設定就是這樣 是 但是呢就是後來 全鎮你賺到錢之後 對 你說半年之前就賺了半桶金嘛 好羨慕喔 但是他覺得不夠 對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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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就來玩字機一點的齁 所以你決定要挑戰大怒神對不對 當充 當充 當天充銷耶 投資人都是這樣啊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 把自己歸類為投資人 那我們就是把投資這件事情 當作投資嘛 那你就越來越探心啊 我想要一天 當充最吸引的呢是什麼 不用本金 那我們面對的都是損益而已 那其實往往這是最可怕的 原因就是因為 譬如說我們只有10、20萬 那我們余額限度 卻可以開到50萬 100萬甚至更多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用付費金 所以這一點 累積下來啊 其實損益是很可怕的 是 所以你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你就決定全證 全證玩一玩 為什麼忽然 當然就是說因為獲利很高對不對 是想要賺更快嗎 對啊 但一定有個誘因嘛 對 你為什麼想要挑戰 因為其實現在是 那個資訊時代 爆炸時代嘛 那我就很多群組啊 很多可能就 看 就會看新聞嘛 那覺得說 這個標 越看 每天看盤啊 很吸引人啊 就去追 就當衝那時候就想 想一直買一直買 那我就把U2開大 反正我想的就是說 我當日一定會把它賣掉 越買越多 倉庫 那個庫存都淋淋雜雜雜的 所以就 那時候就想說 完全就像無頭昌影一樣啊 玩當衝就這樣 每天就是過著這種 沒有目標 就 我看哪一隻好 我就去衝 還有一個人就是說 我為了心理因素不夠好 欸 帳面的損印越來越大 你就會想去認賠 那一旦你認賠之後 這次股票就通了 就是我還有跟你 想的相反 當衝就是 是 所以你 你賠過最慘的那一隻是什麼 其實我 每天都是操作不同一隻嘛 就是訊報到 我根本沒有記得哪一隻 我沒有記得那一次 那次都是這樣 對啊 我那時候其實勝率其實蠻高的 但為什麼會賠錢 譬如說 我禮拜一跟禮拜有嗎 禮拜一跟禮拜四 其實都是賺錢 賺幾千塊 幾萬塊 但有一天 我就是貪心的那一天 放大操作的那一天 就賠了將近快十萬 幾乎都是這樣 維持了差不多 四五個月的時間 是 所以你看喔 就是 你本來就是穩穩的賺 一點點一點點的時候 覺得說 對 你就覺得不夠了 只要加大槓桿 是不是 對 結果就賠到了 但是那時候你心裡一定 你一定沒有新上課吧 你應該有一些啟發吧 你現在還敢玩嗎 現在我的當衝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玩當衝的話 你必須要先把波段做好 原因就是因為波段那麼長的時間 你都做不好 你一日絕對做不好 再來就是我剛剛說過 心理因素 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要能夠去承擔你的損益 那你就算看好之後 你這損益你要以防 當衝現在當衝客很多嘛 那你要怎麼以防說 不要被洗掉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資金控管 所以我所謂的 你資金只有那一點錢而已 你就不要去妄想說 你怎麼把你的庫存 把你的那個限制額度開這麼大 就是 對 一切都是因為貪心 所以就會導致 後面引發的一些災難 所以你跟大家跟新手分享 就是不要貪心嘛 是這樣子嗎 我常常講啊 當衝啊 禁止 貪跟貪 貪跟貪 就是貪心跟貪貧 原因就是因為 那時候我就是 可能一兩趴的時候 去看他嘛 那時候可能就賺一兩趴 那種貪心去等 我期望他去漲停 那你覺得漲停的機會比較大 還是到貨的機會比較大 我相信是後者 所以那時候幾乎都是這樣 貪心了之後 馬上跌破你的成本 之後你就去想要幹嘛 貪平 期望他回來 那面對的就是 你的損益的越來越大 你的損失越來越大 那時候就是幾乎都是 過了這樣的日子 所以後來你哪一天醒過來 你怎麼醒過來的 我好好奇喔 等到你幾乎所賺的錢 都快被吃掉 還有你已經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你沒辦法知道說你 投資這件事情 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時候 你會想要回到出招 我原本的波段才會做 為什麼我波段做得好 我去做 我為什麼要去玩當沖 所以現在幾乎維持都是 用波段啊 慢慢的去建立起來 我們的部位 所以你從當沖到回到波段 這個迷惘期大概有多久 將近有6到8個月的時間 6到8個月 你看他 中間賠了150萬 其實情史你想想看 就是他從大三到大四 就是一年多嘛 300萬 你看他有一半的時間在迷惘 對啊 你跟他講這半個月 就是半年的時間 他就可以賺到這樣子 就是清醒的 所以現在是清醒的狀況 對 你看 那時候 現在就是因為 我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當中賠了那麼多 我實際上今天就建立起來了嘛 那我當然面對當中可怕之處啊 控制之處啊 那都是可以理解的 是 可是呢像你現在 現在又回歸到波段的操作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去判斷 例如說大盤這個大趨勢 對不對 我常常講 因為之前是把投資當投機嘛 那經過這些經驗 我覺得要幫自己 建立一個完整的投資系統 所以我就說 用大趨勢來看小趨勢 大趨勢就是我們的台股 台股來幫助我們決定策略 決定我們要做多做空 那我比較用的指標是 觀禮率 因為觀禮率是所謂的市場報酬 它有助於幫我們逆向思考 比如說現在觀禮率過高 代表說什麼 現在市場已經報酬 可能大家很高嘛 想要幹嘛 獲利 所以可能會有賣壓 那時候我們可以去操作啊 去去曝空啊 那等到相反的 現在觀禮率在低一點 可能現在大家想要進場 那時候可以曝常多 那主要一個波段 來幫我們決定我們的策略 再來去尋找我們要的個股 是 不過我有個新手的問題耶 觀禮率感覺是個很重要的指標 但我們一般人要怎麼去查 怎麼去看啊 觀禮率通常你用一般的APP 或者是說券商的軟體都有 像我以 我們從這邊都可以看得出來嗎 對 我以這張圖來舉例嘛 所以我們觀禮率配合 股價 可以放大來一個部分 股價來看嘛 股價 我們從左邊看到右邊 對 那這時候你看喔 觀禮率是從-1到1 這時候我們方向不明 它還在盤整 那都是我們觀察 縮小資金的時候 或者是盡量不要去操作 觀禮率是哪一個顏色的 觀禮率是 我們可以看20日 這全部都是觀禮率 只是日期不一樣 那你看喔 現在疊下來了 觀禮率我剛剛說過 從-1到-7 這時候大盤偏弱勢 我們可以去做短空 等到接近-7的這個點 我們可以去布局說 長線的多單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市場的報酬在低點 所以我們去做長線的波段的話 可能會有效於幫我們控制風險 之後它從怪率這邊又上來了 從-1到-7的時候 大盤在強勢嘛 很明顯 對 整到-7的這個位置 大盤發現轉折了 這時候我們布局的空單 可以順勢的做下 這所謂的我們用大盤 來決定我們的策略 不然我們怎麼去知道說 我們每天的操作 是要做空還是做多 還是做長還是做短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大盤嘛 可是你要去選個股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選 選這些股票呢 個股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一些成交量比較大 波動比較大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做短線 就是需要賺取這個價場 我們要做的是看準這個價場 那我會比較用一個 技術指標是平均線 因為我覺得平均線 它可以有效的緩和股價 這麼大的一個波動 常常把平均線看成一些支撐或壓力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到選股 選股會比較偏向兩大主軸 第一個就是三大法輪進行買超 第二個從馬集中 三大法輪進行買超 我特別注重的是投信 因為投信基本上是收集大眾的資金 有產業的報告 還有績效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 它可能是一個多的訊號 那這兩個主軸出來之後 我們要細節去選出我們要的參數 是 比如說投信 近日買超 5日 10日配合籌碼集中 5日籌碼集中 20日籌碼集中 同時在遞增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 列入選股的觀察呢 等到技術面的呈現買賣點 那我們去有效於 提前的觀察再操作 是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就是說 三大法輪最近他們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例如說他們會集中 他們會把 他們會講說他們把資金 集中在什麼股票上面 沒有 現在很多 很多App都很好用 有一些 你盤後資料都有一些幫你歸納出來說 反而買超 籌碼集中 反而買超 籌碼集中 那選完之後 我們只要把它列入觀察之後 等待我們技術面的買賣點出現 我們再去藉由去操作 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 算是一套完整的策略 是 但我覺得很難的是進場時間 對啊 對 因為你準備好了資金 也看好了 可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進去 我剛剛說過 我們用過平均線嘛 那我們可以利用 我比較常用的就是說 10日線 20日線 平均線糾結 那重碼在集中的時候 等待突破的那一根紅K棒 配合量 量可能就是3-7K 這時候是我們的買進點 就差不多這樣一個策略 那 可以有效以在我們極短線中 快速的去資金的控制 是 是 所以這上面的話 就是進場策略這樣 10日 20日的 這個均線糾結是什麼東西 就是 10日平均線就是我們的市場平均嘛 那10日線就是 理所當然就是10日平均啊 20日平均啊 這邊有沒有 10日跟20日 這邊有沒有糾結 就是兩個互相交叉這樣 是是是 量人在說了嘛 那我們說過 等待的就是 等待初量突破的D跟K棒 站上我們平均線 這時候是我們買點 有沒有 就是他們糾結糾結糾結 突然往上這樣交叉 可是我們哪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這是 這已經是長期這樣看的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後面 那如果我們沒有看到後面這裡怎麼辦 我們可以去找一些 平均線糾結 或者是籌碼集中 原因就是因為 等待突破 沒有看到後面一樣意思啊 它只要站上去平均線 我們就是 我們的買點 是是 所以呢 如果說是 投信跟外資的話 對座怎麼辦 投信外資對座的話 那這支股票就不要了 我們去找 就不要了喔 我們可以去找一些 兩個沒有對座的 為什麼要去糾結說 那兩個誰比較強 而且股票一千多支 幹嘛要中間那一支 對啊 但是你這樣看的話 像好像現在這樣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後面 現在是出場還是進場的時機呢 通常啊 我們出場的時機 我們一樣用一樣的方法 等待有沒有 它上漲了一段 要幹嘛 平均線 可能幫我們有效緩和 它現在要休息了 一樣 再次糾結的時候 我們可以出場 因為它 這時候我們要有效的控制資金 它在糾結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它要糾結多久 或者是說它可能 趨勢要轉變了 跌破這個趨勢 那時候我們就去 另選其他股票 一樣用一樣的方式 那我自己的話啊 我是做很短線 所以我就 通常我會 開高走低 有一個綠K棒的時候 上限很長 代表上面的壓力越大 這時候我就會出去了 就比如說你看 這邊進場 轉個兩根 我就跑 有效的運用資金就是這樣 是 那你有沒有偏好 什麼樣子的產業呢 產業的話 我比較偏向電子股 因為台灣是電子盤盤 那電子股相對的 波動會比較大 像近期啊 華為供應鏈啊 波動不是很大嗎 下修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 波動去操作 所以說像現在中美貿易戰 這麼亂 我們要怎麼樣去評估啊 其實現在中美貿易戰 已經打了那麼久 那我們可以找一些 修正的股票電子股 一定是修正到一定的程度 那我們可以去找一些 可能被 錯殺的股票 因為你看 你看現在華為供應鏈 它是每支股票都受影響 那我們沒有分它說 它華為供應鏈 佔我們的股票幾%幾% 它全部 它就是華為供應鏈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 可能華為供應鏈 比例比較少 或者是它體質是好的公司 下去 配合著我們的大盤指標 等到趨勢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找 進場 這樣做一個長線的布局 而且不知道哲青哥有沒有發現 今天衣服很有巧思耶 對啊 它是飛行夾克 對啊 它叫空總 空總就是做空的 做空的專家 不是空軍 因為為什麼你看 做多跟做空 為什麼你對做空特別有興趣 因為做空就 主要就是 你有發現 我們是買什麼不太多跌嗎 那我們就換一個方向思考 那我為什麼不乾脆 就做空呢 看股票 有時候看股票一直跌 我們又可以賺到錢 那感覺上我們就很保 所以做空我比較會依照 主力跟賞戶的一個多空指標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賞戶是市場上的反指標 所以啊 我就運用一些 譬如說 融資融券嘛 去判斷我的選股 那之後做空 可以依照三個面向 因為一定要有一個導火線 我們要怎麼知道 像近期的話 我會以 現在是財報日5月嘛 那可能一些財報快速出來 我會判斷你股價 所以進行下面那支一華電 你說這個就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如果你要操作做空 放空股票的話 你看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 一華電Q1 這個續創五高 每股賺1.27元 這是利多的消息 對 這是利多的消息 那我們來看它 利多消息 以前的走勢 就是還沒發放利多 我們來這邊看 它這邊 還沒發放利多 為什麼 股價已經漲了一段 這時候我們可以去猜測 是不是已經有人 第一手資料 已經提前進場了 已經有人知道了 是不是 對 那我們配合它的那個 量價指標 這邊有點背禮囉 財報發放那一天 開高走低 代表什麼 可能我們這個利多 已經快要被反應完了 對 我們把它 對啦 那時候發放完了那天的操作 是 這一天 果然利多沒漲嘛 那就是我們的空點了 對啊 你空的話 利多的消息一出來 反而沒有繼續漲 你這次也就看出了 它應該就是 我們已經假設完畢了 都跟我們假設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可不可以去空 可以啊 當天插一檔跌停板 如果你做當充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 不用去學跌停板 跟檔一板一樣的意思 就抓到一兩趴 那我們是做波段的話 可能又不一樣 我們用全震 或是龍眷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們是這樣空嘛 這一段的跌幅幾乎吃了30%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 哪時候回補呢 我們可以去看 我依照融資融券嘛 那當融資減少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回補點 賞戶越來越少了啊 所以 以下面這個融資融券來舉例的話 這邊來看 上漲的這一段時間 賞戶往往都是做相反的 有沒有 它賣 一直賣 它等它跌的時候它買 大家一直買 一直買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 當它一直買的時候 代表說 這支股價還有下跌的空間 一旦發生到 所謂的融資斷頭 這個股價還會有更長的情況下 對 幾乎都是這樣 是 所以就看融資 越來越多人買 你就可以預期到 它可能會下跌 當股價在下跌的時候 融資增加 這時候我們做空的話 就是會感覺到 很開心 對 因為 因為融資就是一個 我自己認為是凡指標 是 這樣才還滿不錯的 這樣子 對 而且你看這支股票 在很長一段時間 幾乎沒什麼動作啊 就這樣子 起起伏伏的 都很小一角 而且賣得多耶 更奇怪的是 你看喔 跌到這邊了 融資還 融資還在繼續增加 對 但主力是下降 就是所謂的 主力丟給賞入街 這時候最爽的 我其實是主力 但是如果沒有試過被尬的話 怎麼辦 對 你說如果 做空的停損點嗎 對啊 對啊 比如說我是做down充的話 那比如說剛剛說過 它利多可能下跌之後 它漲過我的開盤價 就是漲過這個錢高 代表說我可能趨勢判斷錯誤了 我就會趕緊出場 趨勢一旦改變的時候 我就會趕緊出場 是 所以你就是只要看到這個大盤 大盤跟融資的指標 只要出現警訊的時候 你就會出場了 對 那這邊有一個當充 你的當充策略裡面 這有一個五檔 關鍵點位跟紀律 這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我之前 當充雖然是一段時間是失敗的 那波段慢慢做起來之後 其實也是有嘗試去做當充 但資金的分配就是不一樣 比如說波段八成 當充兩成 那當充我主要就是會打個幾檔 打個幾檔所謂的意思就是 賺個一兩千塊 那我覺得 比如說最重要的是 五檔關鍵點位跟紀律 那比如說五檔那時候 有尾買跟尾賣 尾賣大的時候代表說 現在是買歷史增加的 我們選的都是一些強勢股 是 那我們再來就是 他確定他現在這次股很強勢了吧 那我們看的是關鍵點位 關鍵點位是說 五檔裡面 這邊尾賣的點特別的大量 等到這邊特別的大量 一過去之後 我們就趕快進場 搶個短多 幾檔之後出場 手機率就是這樣 是 有沒有什麼例子啊 你有當充成功過的例子嗎 有 就 以這次來看 我們來看 他這邊尾賣 是不是明顯的比尾賣大 代表說這隻股在很強勢嘛 那他的關鍵點位可能就是 280啊 346最多張 這時候我們就 可能他一過的時候 我們就 假如說我們在 280 281這個點位買進了 那當天 可能就 上去了 接近掌停板 那我們不會等到掌停板 可能就 中間這邊 吃個1% 2% 就出場 當充 所以主要手機率就是這樣 是 不用去期望說 掌停 這其實是很關鍵的 所以你覺得當充最合理的報酬 是多少 就是2%而已 就2% 2%就夠了 我覺得2%就夠了 2% 以前就是想要 期望說等掌停啊 就 貪心的後果就是這樣 是 我覺得你 一旦你一定的策略之後 我們就要去 遵守我們的紀律 2%就是2% 你不要去貪心了 好 你再擔心的話 你就不要去做當充 那如果疊呢 像你看喔 你的勝率裡面的三大 三大的策略 一個擬定策略 策略定了 對不對 所以叫嚴守紀律 你哪有講 但停損點的話 是什麼呢 停損點就是很難判斷的點 是啊 那就心裡過不去的那個坎 停損點的話 我通常把停損點會射得很小 很小 譬如說現在我剛剛說過 五日線 十日線 二十日線 均線糾結 突破的時候 這邊是我們的買進嘛 那我們突破的時候 我會把它 開盤價 設為一個停損點 只要補價的 收盤價 低於這個開盤價 我們就會趕快做一個 停損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我們最多 假設我們買到最高點 我們最多就是賠4% 賠一個跌停板 那我們最高的話就是獲利無窮 對 這個其實 雖然我覺得今天我們跟空總這樣子 這樣子聊 雖然很多很複雜 很技術的東西 但是慢慢回味應該有很多 可以來了解 我覺得要複習一下 要複習一下 再消化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自己重新再看一下 跳帶好不好 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